大家好,欢迎来到Chrome CED三维实体造型设计的课程教学 我们上节课通过轴零件的三维建模 学习了如何在Chrome CED当中利用各种命令创建三维实体造型 学习了拉伸和旋转两个主要的创建实体这样的一个命令 我们今天通过一个连接板这样的一个典型零件 进一步学习Chrome CED当中的实体造型的一些命令 来创建我们的一个典型的一个连接板的这样的一个三维模型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零件的它的主要的结构特征的特点和组成 那么这个零件它主要是由一个主体部分 那么这个主体部分比较像我们第一个草图零件 学习的那个模样 主要是有这样的一个类似于图轮的一个结构 那么中间呢是一个圆柱的一个凹槽 上部呢是一个φ20的这样的一个通孔 那么在通孔的周边呢还有三个这样的一个台阶孔 它的详细的尺寸和参数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通过这样的一个结构呢 我们大概的分析了它的各部分的组成 那么我们第一个案例 大家呢主要是通过增加材料 这样的一个形式呢 我们去创建了我们这样的一个轴零件 那么这个零件呢 可能大部分的操作呢 是要去除一定的材料 例如说我们这样的一个圆孔 这样的一些孔 都是需要我们去除材料的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在软件里面给大家讲解一下 如何创建这个三维实体造型 首先我们新建 首先我们要创建一个草图 在前世纪录面 在前世纪录面 创建我们的主要的轮廓 那么我们绘制像2.1 初轮那个草图一样的一个步骤呢 我们来绘制这样的一个 那我们把这样的一个结构呢 简单的把它绘制出来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约束 通过这样的一个约束 然后我们选择 下期 这样的一个几何约束 添加完毕以后 我们再添加它的 尺寸约束 那么这个我们看一下47 这个呢是2538 在这里呢 我们除了直接输入数字以外 也可以输入它的一些公式 比如我们这个地方 38是指的半径 那么在这里呢 它要求输入一个直径 你可以直接输入38乘以2 回车 那么它就会运算出来 它所需要的这样的一个直径 这是我们2538 那么这个它的拉伸的厚度呢 是15 这样的一个厚度 那么我们在这里 减掉 退出草图 那么我们可以按U键 旋转到一个这样的一个立体空间的一个角度 拉伸图台 15 那么在完成这样的一个主要的实体结构以后 那么接下来的工作呢 我们更多的是拉伸切除和打孔两个命令 第一个我们的一个圆柱的一个凹槽 那么我们选择在它的上表面来创建一个圆形的这样的一个草图 然后通过拉伸切除这样的一个操作 我们把这个圆柱孔 圆柱这样的一个孔槽呢 做出来 那么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基本的尺寸是φ65的直径 那么和底下这个圆呢 它是一个同心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 选择在它的上面面 绘制这样的一个草图 那么我们借助这个圆点 绘制这样的一个直径为65的圆 然后呢 输入一个65 那这个比较简单 我们就直接输入直径就可以了 那么推出草图 我们再拉伸它的轮廓 那在这里呢 大家注意选择草图的时候呢 一定要选择这个正确的这个草图 那么我们选择草图7 也是刚刚我们创建的这个草图7 那么切除体呢 它默认的是我们刚刚创建的这个这个实体 那么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驱逐体的话 你是没发选择确定了 那么我们选择去除体呢 它会有一个绿色这样的一个高线 给我们呈现出来 在里边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深度 从这个视图上可以看到是个7 那么我们选择7 单击确定 这样的话呢 我们拉伸切除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凹槽呢 就完成了 这一步呢 应该说是比较简单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为大家讲解一下 如何创建上方的这个通孔和三个台阶孔 那么首先 我们在上方呢 来创建一个草图 那么在创建草图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借助圆 那么为什么要借助这个圆呢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孔呢 和这个外圆的这个圆心呢 它是同心的 所以说我们已经把这个外圆圆心找出来 就是我们的这个孔的重心位置 那么因此呢 我们在这里呢 采用转化实体边界 那么转化实体边界呢 我们转化的实体边界 就是我们的这个web这个圆柱的表面 鼠标放的这个地方呢 它会高亮显示 那么选择以后 我们选择确定 大家注意 这样的一个草图呢 它在这里是不容易被我们看清楚的 因为它和其他的这个 我们把这个选择五边着色 大家看的就比较清楚了 其实它是已经出现了这样一条实体的轮廓线的 那么在这里呢 实体的轮廓线呢 我们在这里要建议大家呢 要把它参考化 那么我们推出草图 推出草图以后 因为我们做这个草图11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找到我们这个 这个圆心点位置 首先呢 我们点开这个孔的命令 那么我们可以发现在孔的命令上面呢 有两个是需要我们进行选择的 第一个是打孔的面 第二个是孔心点 那么我们刚刚做出来的这个草图 十一呢 就是 我们就是为了找到这个 打孔面 打孔面 那么我们再选择上表面 在这里呢 我们选择这个 上表面 那么打孔点呢 我们选择上表面上的这个 这个刚刚刚放检出来的这个草图点 在这里呢 我们把它的直径按照要求 费二十 那么我们输入一个直径二十 在这里还有一个全啊 叫贯穿全部 还是给定深度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 知道它是一个贯通的 那么我们可以确定 我们观察一下 这个孔呢 就被我们添加上了 我们剩下的这个三个有规律分布的这样的一个孔 我们在添加的时候 是不是也是需要按照这样的一个思路去做 先确定一个草图 它的孔的位置 然后呢 再使用孔特征这样的一个命令 添加上这样的一个孔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孔呢 它除了有简单孔以外 还有尘头孔和锥形尘孔 这样不同的选项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还是按照我们刚才这个思路 先去确定 这样的一个孔 确定也有孔性点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还是要借助草图这样的一个工具 这次呢 我们不去转化边界了 因为这个点的位置 我们没有相应的一些边界可以转化 我们选择点 选择点 那这个点在哪个位置上呢 我们把它放到这个位置上 那这个位置上 它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那肯定我们要去进行一下约束 这个点和这个点 我们让它保持一定的数值对齐 同时呢 同时呢 我们要给它添加一个距离 那这个距离呢 我们看一下它的尺寸是536 536 那么相当于是一半是18 那么我们给它18 这样的一个尺寸 好 添加完这个18以后呢 我们退出草图 也就是这个点呢 就是刚才我们添加孔性点的位置 那么同样的操作 我们把孔点开 选择一个尘头孔选项 在这里我们选择尘头孔以后 头部直径 头部深度直径 这会有三个选项 在这里 就我们需要我们进行添加 那么头部直径呢 就指的我们指的尘头嘛 这个地方的头就指的你尘的那个 头的那个直径 尘头的那个直径 那么也就是我们那个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 就是Fedio 就是这个就是我们的尘头直径 那尘的深度呢 就是6 就是这个距离是个6 那么底下孔的距离呢 是个Fedio Fedio 那么15深的也就是它肯定是个贯通的 我们在这里呢 就是尘头直径是个9 孔的深度呢 是个6 那么我们在这里数上6 那么它的直径呢 也是6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 966 在这里我们输 输好这些参数以后 那么我们在这里选择打孔平面 然后孔心点 我们就去点这个刚刚做的这个点 那在这里呢 可以看到 它已经出现这样一个孔的预览了 我们确定 好 当我们打完这个孔以后呢 很多同学可能会想 哎 你刚才在创建这个点的时候 为什么不把另外两个点呢 也通过一定的约束关系 我们把它创建出来 在这里呢 我们再进行同样的操作 两步 是不是就可以完成了整个 这样的一个造型的一个创建了 在这里呢 我们给大家 说一下 一个这样三维造型的一个 基本的 这样的规律 就是我们在添加实体特征的时候 那么如果我们这样的一个特征 可以通过三维实体的命令 来添加的话 那么我们尽量在三维实体环境当中 通过一些参数 我们去添加这些特征 而不是通过草图里面 我们再去把它绘制出来 那这样有利于我们后期的一些修改 在这里什么是参数的添加特征的方法呢 那么今天呢 我们给大家讲的 第四个主要的命令呢 就是我们的阵列 我们的阵列 就是在三维实体环境当中的一些添加特征命令 因为我们这个孔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图纸里面 它是一个三个军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三个军部呢 我们做出其中一个来 那我们就可以把另外两个 通过圆形阵列的这种 圆珠阵列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我们把另外两个呢 复制出来 大家呢 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名称和位置 我们单击该命令 当打开命令以后 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里面呢 会出现默认的是实体阵列 那么大家呢 很容易犯这样的问题 大家注意 要一切换到特征阵列 为什么要切换到这里呢 因为实体阵列呢 和特征阵列是两种不同的概念 实体呢 我们后期再给大家呢 详细讲解 什么是实体 什么是特征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先按照我们的要求呢 完成 那么后期呢 等大家对整个的环境 整个的这个操作 有了一定认知以后 我们再进行详细的讲解 特征阵列的特征 选择刚刚打的这个尘头孔 当你选择的时候 他就会把这个孔 我们就是刚刚打的20孔24 给选择上轴线 那么大家现在我们因为刚刚是 直接进入了圆路阵列 那么我们没有做前期的准备工作 不像我们打孔一样 我们提前把草图都做好 我们打孔呢 直接选择点的位置就OK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要依附于这个轴线 进行这样的一个圆形阵列 那么在此呢 我们缺少一个这样的轴线 大家现在看一下 这个命令提示 他需要选择一条这个草图的直线 边线或者基准线 或者两个点选择直线 但是现在呢 作为他的这个直线也没有 那么我们只能先去创建一个 可以用来作为旋转轴的 这样的一个 我们所谓的这条基准 或者说旋转轴线 在这里呢 我们推荐大家最简便的方法就是 创建一个基准线 又给大家介绍的一个新命令 就是基准线 基准线呢 然后我们选择基准线命令以后 可以看到 他让我们选择一个元素 那么我们在这里选择这个圆柱也可以 选择这个外圆柱也可以 内圆柱也可以 点一下 然后他就会把他的轴线呢 给创建出来 确定 现在呢 我们就创建了一根这样的一个轴线 那么在我们这个三维实体环境当中呢 已经具备的三条轴线 就是我们的相当于坐标远点出来的三条线 X Y 和Z 三个基准线 那么在这里 我们又创建了一个 轴线 因此呢 我们这个圆柱镇链呢 我们就选择 还是特征 一个特征 轴线呢 我们选择这个旋转轴线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他的预览情况 都已经出来了 那么大家可以拖动一下这个箭头 你也可以 大概的去 欣赏一下他的一些变化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试着修改一下他的一些选项 那么实力数我们选择三 我们三 然后这个角度呢 我们还可以通过这个呢 切换他的方向 那么角度我们在这里呢 先输入一个 可以尝试输入一个180度 那么你在切换到三这个地方呢 你可以看到他其实是这样一个道理 在180度这个范围内呢 有三个这样的一个你所选择的特征的实力的这样的一个样子 那么就是实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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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因此我们这个地方得出一个结论 那么我们需要在一周360度范围内创建三个这样的实力造型 这样的特征造型 确定 我们就通过圆周阵列的这个命令 来创建了三个相同特征的这样的一个成头孔 而不是在草图里面来创建它的点的位置 然后再创建孔 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些操作以后呢 我们整个造型呢 基本上就完成了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检查一下其他有没有漏掉的倒角 圆角 其他的一些重要特征 那么在检查55以后 那么我们可以在这个右上角选择设置外观 将我们的实体的外观呢 可以选择相应的一些颜色 相应的一个色彩 那么你也可以将鼠标点到我们的这个净准面上 右键隐藏所有的净准面 可以将鼠标点到我们的草图上面 隐藏掉所有的草图 还有将我们创建的净准轴线 上面点右键隐藏所有的净准轴线 最后呢我们也可以把着色无边形 这样的无边线 那么在我来看呢 我觉得还是带边桌色还是比较好看的 那么我们可以选择周色使图 那么选一个比较合适的角度 保存 好了 今天呢我们的案例呢就介绍到这里 今天呢我们主要学习了拉伸切除 包括草图里面点的创建 还有圆形阵列 包括我们的净准线的创建 这些命令 那么今天的讲课呢 我们就到此结束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